嗨! 這個影片我們就講一下 RH positive 和 negative 的血型 其實是什麼呢? RH negative 意思就是 一個行河後的一個基因 現在人類有兩種 除了你是 A 血型 B 血型 AB B 或者 O 當然有其他 好像有一個叫 K 血型 還有一些比較稀有的血型 那些我們就其實不是想今天講的 就是說你是什麼血型都好 你都還有一個 positive 或者 negative 在你的血型的一定會跟著 其實因為加減有多重要呢? 幾乎就跟你的血型 有沒有寫錯一樣的重要呢? 那這個RH Factor 其實一般人 譬如在香港我就覺得 我們通常都是 positive 因為我們的基因裡面 是有行河後 即是行河的猴子 照字面解應該是 的基因 但沒有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 真的沒有 即是說 它是不擁有猴子的基因的 即是說它跟我們 不是同一種物種 因為它的外表是人 但它並沒有這個猴子的基因 其實這件事是怎樣呢? 好了 那如果你看這幅圖 就是如果媽媽是 positive 那爸爸是 positive 兩個都有行河後基因 RH positive 那他生的小孩子就不用說了 就是 positive 那如果 negative negative 當然就是 negative 那都是不需要理會她的 你照這樣 生出來就可以了 那是當媽媽是 positive 媽媽是有行河後基因 而爸爸是沒有呢? 都不用理會她的 因為她的母體 是會接受 一個沒有 行河後基因的 這個BB 這個胚胎的 但反過來就不行了 如果媽媽是一個減的 而爸爸是家 她就需要去打這個抗排斥的針 因為媽媽會為了要保持 她的血統的純正 而要想不要 即是想排出這個BB 因為她要保持她的血統純正 要是 negative 她跟 positive 生了之後 就會變成 這個BB 就有機會是 positive 或者 negative 但她認為最好不好 這個擁有負血型的母體 是很想排斥她的 所以要打針 所以在以前 人們都會說 你結婚之前 要夾一夾血型 你會想 夾什麼血型 你 O AB A跟O O跟AB AB跟O 她說 你怎樣怎樣 都沒有所謂 寶寶會隨便選擇 但是 為什麼要夾呢 但是 他們就沒有 煞有介事 去解釋 為什麼 他們就叫你 你夾一下血型 或者他們認為 那些專業人士就認識 你不需要 知道原理 或者有什麼問題 只要你去到那個地方 他們就會幫你解決 你的問題 但是 你是不需要 知道為什麼 現在 你看到的 這個 白人的系統 他們叫Basks 這個Basks 是一個很特別的 民族 他們就是住在西班牙裡面的 這個族群 就擁有 二十幾到三十幾% 都是負血型的 而是 密度算是非常之高的 一會兒我就會解釋 究竟為什麼 二十幾三十個% 的人口裡面 都是負血型呢 被認為是 很多了 他們有個特別的 就是他們 他們的皮膚是 比較白 他們比較怕太陽曬 還有 是比較容易病一點的 那 這裡呢 我也做了一點點資料搜集 就是 誰這麼 有空去發現 這個RH 和人類物種的 這個RH究竟是什麼呢 有一次 就是51年前 有一位維也納的病理學家 他叫做 Carle Lesteiner 那他呢 那時候就發現 啊 為什麼 有些負血型的人呢 那他想一下 為什麼這種人會和 有行和後基因的人有什麼不同呢 那他就開始去研究 人 不同人種了 那不同人種裡面 究竟 那個百分比是多少呢 那他就發覺 亞洲人呢 是擁有幾 一兩個% 但是實在呢 這個亞洲本身呢 是應該是 亞洲人是本身沒有這個負血型的 那只是有一兩個% 就是絕對negative 是沒有隱藏了陰性 陰性的positive 是順negative RH negative 這個人 將這個基因呢 就帶去亞洲的 其實幾乎是所有 他懷疑 亞洲所擁有的 negative 血型呢 都是源於幾個 純negative RH 的人 帶去的 那至於 那他的 百分比是怎樣呢 那這裡呢 就有不同人種了 那這裡呢 就是他們的percentage 如果是白人來說呢 就有13-16%呢 就是負血型的 而黑人呢 就有7% 那好啦 那些人就想啦 歐洲和非洲中間 是有一個 是要經過一個大門才去到的 那這個地方就是埃及 埃及人呢 他一調查 他是不是會在中間的 這個percentage呢 果然 你經常和那些人見得多呢 就有機會通婚啦 那他們就生了一些混血的BB呢 就所以 他 是7% 這裡是16% 13% 16% 7% 那他呢 而埃及就是他們的中間 那很合理喔 那而Asian 或者是一些 美國的印第安人呢 都是本身是沒有的 那而一些島 譬如 好像菲制群島啊 或者是 菲律賓啊 印尼啊 或者是 Papua New Guinea 巴布啊 新基內啊 這些地方呢 都是其實本身應該是沒有的 如果他們萬一有呢 都是一些純種的 Negative R H的人呢 大過去 跟他們混了種 而有的而已 那當然呢 那個BB要很幸運 他是 媽媽是Negative 而那個男人就是 媽媽是Positive 而那個男人是Negative呢 那那個BB是會順利出生的 那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朋友呢 那他是一個 潮州人來的 那他住在深圳的 那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喂 你快點 有什麼事呢 你真的要 跟我這個朋友熟一點 那我為什麼呢 因為他負血型的 如果有什麼事呢 你可以抓他出來拿他的血呢 要捐給人呢 就幫到人了 那 啊 這樣的 那我才知道 那我就跟他說 哇 其實他的血型是很稀有的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那好了 那現在 講了這麼久 這些血型血型 那究竟 如果你是RH negative 和RH positive 的關係在哪裡呢 那 從哪裡開始呢 如果RH positive 是要有猴子的基因 那RH negative 從來都沒有猴子的基因 那究竟他們兩個的關係在哪裡呢 那呢 就要去 那其實 最大可能性呢 就是 有一些物種 那譬如他自己 譬如他的族群 只有 不當一百個人 那 但是地球有 春夏秋冬 有 你要喝水 要吃飯 是不是 你要穿衣服 那你一百個人 要自給自足 所有 日常的所有東西 哇 又要種田 又要 去捉雨 又要起屋 又要很多 生活所需的東西 你是靠自己 就是不可能的 那你就會想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到處去想一下 不如找一個最接近自己的外觀 外表的動物 然後 就把自己的基因 就注射進去 這種動物的卵子裡面 那就可以生產到很多類似自己的物種出來 幫自己做東西 服侍自己 是不是 因為你如果把你的物種 你把你的DNA注入 貓狗是沒有用的 那他不會說話的嘛 那你很難 要將一些很仔細分工的指令 來告訴他們 那貓狗他們沒有手指 那做事就只可以撥一下撥一下 或者是用口擔 是不是 那也是沒有用的 那他們就找到 嗯 最接近 他們要求 應該就是 猴子 那不知為什麼 他們就 看中了行河喉 那他就把行河喉的卵子 拿出來 把裡面的DNA 抽出來 就把他自己這個物種的DNA注入去 就把它放回去母體裡面 那他就大量繁殖了 和他一模一樣的基因的動物 但是 因為透過這個行河喉 那他就因而 就是變成RH positive 而他也是那個Negative 這個物種本身自己要保持血統完整 那個純正呢 就是他基因裡面本身會排斥 他跟這些複製物 一種交配出來的後代 那這個究竟 是不是 真是一個基因工程呢 那照道理呢 你是沒有辦法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這件事會work 那如果 我又告訴你 現在的 一些大國的皇室 他們全部都是Negative 都是沒有行河後基因的 那他們是不是我們的原版呢 它是不是我們的Prototype呢 那當你看到他們和某某平民百姓 在後說 哎呀結婚了 代入愛河 是不是真的巧合呢 你隨便 碰到一個 哇令你有觸電感的 女仔才算啦 那你怎麼知道 它是不是Negative呢 它不是Negative的話 你一切都不會work out的 那好啦 那怎樣去證實 原來 Negative 負血型的人是 Positive血型的原本 原版呢 就是 負血型的 無論是O AB AB 只要你是減 你是負血型 你是可以輸血給 加血型的人 就是說你是原本來的 你是原版來的 就好像等於 本身O型血呢 就是AB或者A 或者B的原版 但是調轉不可以的 AB不可以輸血給O型 亦都不可以A不可以 B不可以 一定是要O型 這個道理是 差不多一樣的解釋 是不是 就是一個Positive的人 不可以輸血給一個減的人 而一個Negative 它又是O型 兼Negative 它就可以輸給任何一個人 無論你是Negative 無論你是Negative 或者Positive 或者O 或者A 或者B 或者AB 那一個 一個負血型 O型的人 可以輸給所有人 那就是說 它是Negative RH的人 就是RH positive 的原版 它就是Prototype 可能我也會錯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再知道 究竟RH positive 或者Negative 這件事 就是在桌面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說的呢? 那為什麼這件事是 書又不會教 一般人就算對神秘學有興趣的 但是都未必會 那麼普及 那麼普遍討論這件事呢? 那究竟 是不是背後 有很多隱藏了的秘密? 那是不是 一些 會令你 看這個世界不再一樣呢? 那這個就是 今天的影片的內容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給個讚 謝謝 拜拜